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电气相当于人的神经系统 柴油机自1897年问世以来经过一个世纪的发展 其技术已经取得了很大进步并更趋完善 在动力机械中已占据极为重要的地位 在传播动力中也占据统治地位 目前在所有的内核及沿海中小型传播中 都采用柴油机作为主机和辅机 在远洋民用传播中 2000吨以上的传播以柴油机作为主机的传播 占总收数的98%以上 占总功率的96%以上 人类最初的动力来自于人力 风力 马车 这些自然的动力 直到1776年 瓦特发明改良了蒸汽机 彻底改变了人类生产和生活的面貌 进入了蒸汽时代 我们所说的热机是把燃料的化学能通过燃烧 转变成热能 再通过燃烧产物的膨胀做工 把热能转化成机械能的动力机械 热机通常以石化燃料作为能源 在工作过程中需要完成两次能量转换 首先通过燃烧将燃料的化学能转回热能 再通过公脂膨胀将热能转化为机械能 两次能量转换过程是在同一机械设备内部完成的热机 我们称之为内燃机 两次能量转换过程分别在两个不同的机械设备内完成的 我们称之为外燃机 汽油机、柴油机以及燃气轮机同属于内燃机 其工作特点是燃料在发动机内部燃烧 并利用产生的高温、高压燃气直接做工 从能量转换的观点 此类机械能量损失小 具有较高的热效率 在尺寸和重量等方面也具有明显的优势 如燃气轮机 在热机中的单位重量功率最大 蒸汽机和蒸汽轮机同属于外燃机 它们的工作特点是燃料在锅炉中进行燃烧 水加热后产生高温、高压蒸汽 然后利用蒸汽膨胀做工 由于外燃机热能需经中间介质传递 热损失较大 所以其热效率不高 整个动力装置由锅炉、冷凝器组成 十分笨重 内燃机在与外燃机竞争中已经取得明显的领先地位 热机基本上有两种运动形式 即网伏运动和回转运动 对于网伏式发动机 公脂膨胀做工是通过活塞的网伏运动实现的 而回转式发动机是利用高速流动的公脂 在工作液轮内膨胀 推动液轮转动而工作的 网伏式发动机是间歇工作的 其公脂最高温度较高 而回转式发动机是连续工作的 受材料热强度的限制 其公脂的最高温度不能太高 这就限制了其热效率的进一步提高 柴油机和汽油机同属网伏式内燃机 是我们生活中接触较多的两种发动机 但又都具有各自的工作特点 柴油机与汽油机的比较如下表所示 汽油机使用挥发性好的汽油作为燃料 采用外部混合法形成可燃混合器 即汽油与空气在气缸外部 进气管中的化油器内进行混合 采用电火花 点火 这种工作特点是汽油机不能采用高压缩笔 因而限制了汽油机的经济性不能大幅度提高 也不允许作为船用发动机使用 汽油机的火灾危险性大 但它工作柔和平稳 噪音低 比重量轻 因而广泛应用于轿车和轻型运输车辆 柴油机是一种压缩发火的网伏式内燃机 柴油机使用挥发性较差的柴油或磊质燃油作为燃料 采用内部混合法形成可燃混合器 即燃油与空气的混合发生在气缸内部 采用压缩发火的形式 这些特点使柴油机在热机领域内具有最高的热效率 可达50%左右 因而应用十分广泛 柴油机通常具有以下突出优点 1.经济性好 有效热效率可达50%以上 可使用廉价的燃料油 燃油费用低 2.功率范围广 单机功率从0.6千瓦到8万千瓦 适用的领域广 3.尺寸小 比质量轻便于机舱布置 4.有较宽的转速和复合调节范围 可直接反转 能适应传播航行的各种工况要求 5.可靠性高 寿命长 维修方便 同时 茶油机也具有以下缺点 1.存在较强的机身振动 轴系扭转振动 及噪音 2.某些部件的工作条件恶劣 承受高温 高压 并具有冲击性负荷 这些优点 使茶油机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 尤其是在船舶主动力装置中 茶油机已经取得了绝对领先地位 下面我们以四重层茶油机为例 说明茶油机的结构 茶油机主要由固定部件 运动部件和系统组成 二重层茶油机的结构 我们会在以后学习 固定部件包括 气缸钙 气缸套 机体 基硕 组轴成 等构成茶油机本体 和运动件的支撑 并由气缸钙 气缸套 与活塞组件 组成燃烧室 和燃气的工作空间 运动部件 主要由活塞组件 连杆组件 曲轴和飞轮组件等组成 它们与固定部件配合 完成空气压缩 及热能到机械能的转换 茶油机的主要系统 有配气系统 燃油系统 润滑系统 冷却系统 启动系统 幻象系统 调速系统 一般将启动 调速 幻象和停车 集中控制桶 称为操纵系统 多数茶油机 还设有增压系统 用于进一步提高 茶油机做工能力 我们课程内容 就是以茶油机 各个部件的拆装 和系统维护 来设计的 下面我们通过动画 来看一下 茶油机的常用 几何术语 活塞在网浮运动过程中 上下都会达到 确定的位置后 返回 活塞在气缸中运动 离曲轴中运线最远时的位置 称为上止点 也称为上死点 英文缩写为TDC 活塞在气缸中运动 离曲轴中运线最近时的位置 也称为下死点 也叫下止点 简称为BDC 刚进D 为气缸套的名义内进 第四个 我们来看一下 曲柄半进R 曲轴的曲柄中心 与曲轴主轴径中心之间的距离 我们称为R 也就是曲柄半径 活塞从上止点 移动到下止点 或从下止点 移动到上止点之间 所形成的直线距离 我们称为 冲程 也叫形程 用S来表示 那我们不能看出 S等于二倍的R 接下来 我们来看一组 容积的概念 要注意区分 首先 我们来看一下 压缩容积VC 活塞 位于上止点时 由活塞顶 气缸盖底面 与气缸套表面之间 所包围的空间 也称为叫燃烧式容积 气缸套的工作容积VS 是指活塞在气缸中 从上止点 移动到下止点 或从下止点 移动到上止点时 所扫过的容积 也称为活塞 排量 那这是一个圆柱体 体积我们可以计算出来 就为VS 等于四分之π 地方 乘以S 最后一个 我们来看一下 气缸的总容积 VA 活塞在位于下止点时 活塞顶 以上的气缸 全部容积 就为气缸总容积 显然气缸总容积 亦是压缸 与工作容积之和 即VA等于VC 加VS 压缩比 用E来表示 压缩比是指气缸 肿总容积 与压缩容积之比 也称为几何压缩比 压缩比是柴油机的一个重要结构参数 它表示缸内公脂被压缩的强烈程度 柴油机压缩比约为12到22 中高速柴油机的压缩比 高于低速机 实际柴油机的有效压缩比 取决于静排气定时 因此运转中柴油机的压缩比 与几何压缩比有所不同 最后一个概念 我们来看一下 鱼系溶积 活塞在上止点时 其最高顶面 与气缸盖的底面之间的垂直距离 我们就称为鱼系高度 用HC来表示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柴油机的类型 柴油机用途不同 类型较多 通常有以下几种分类方法 第一种 按工作循环的特点 分四重程柴油机和二重程柴油机 实现一个工作循环 需要活塞上下四个重程 我们称之为四重程柴油机 二 按进气方式分 有增压柴油机和非增压柴油机 三 按曲轴转速或活塞的平均速度来分 高速柴油机曲轴转速在1000转以上 中速柴油机曲轴转速在300到1000左右 低速柴油机曲轴转速小于300转每分钟 一般对于船用主机来讲 经济性、可靠性和使用寿命是第一位的 重量和尺寸是第二位的 因此低速二重程柴油机因其效率高、功率大、工作可靠、寿命长 和燃用脸质燃料以及转速低等优点 适用于大型海船的主机 大功率四重程的中速机因其尺寸小、重量轻 较适于河船和部分海船的主机 由于中速机单机功率提高 在工作可靠性、经济性、碟质蓝油适应性 均有明显改进,基本上达到与低速机相近的水平 作为海船主机的数量明显增加 在近年建造的2000总吨以上的船舶中 使用中速机作为主机的占25%左右 船舶材料机、发电机因要求功率不大 和多台材料机联用、转速较高以及结构简单等特点 均采用中高速四重能材料机 第四种按茶油机的结构特点分 有桶形活塞式和十字头式茶油机 桶形活塞式的结构比较简单 体积小、质量轻 缺点是运动时有侧推力 活塞与气缸之间的磨损较大 中高速茶油机一般采用这种结构 十字头式的茶油机设有活塞杆 通过十字头与连杆相连 并在气缸下部剩合格板将气缸与曲轴箱隔开 当茶油机工作时 侧推力由十字头划块和导板承受 活塞不起导向作用 横格板可防止燃烧产物落入曲轴箱而污染滑油 有利于劣质燃油的使用和采用增压技术 因而功率大、工作可靠、使用寿命长 但它的质量和高度增大、结构也比较复杂 目前大型低速二重装茶油机都采用这种结构 常作为传播主机使用 第五种按气缸排列方式不同 有直列型和微型茶油机 大多数茶油机气缸为直列式 为了提高茶油机的单位长度的功率 扩大单机功率以及降低茶油机的重量指标 缸数在12缸以上的茶油机将茶油机设成V型 V型茶油机的夹角有90度、60度和45度 缸数可高达18缸甚至24缸 V型机具有较高的单机功率和较小的比重量 通常用于中高速茶油机 按动力装置的分部分 左旋机和右旋机 由茶油机的功率输出端 向自由端看 正车时飞轮按顺时针方向 旋转的茶油机称为右旋茶油机 板支则称为左旋茶油机 单机布置的船舶主茶油机 通常均为右旋茶油机 某些船舶采用的双机双桨推进装置 如一些客船客滚船 由船尾向船手看 布置在机舱右旋的茶油机 为右旋茶油机 一称右机 布置在机舱左旋的称为左旋茶油机 一称左机 按茶油机能否倒转可分为可倒转和不可倒转式 可由操纵机构改变曲轴转向的茶油机 称为可倒转茶油机 曲轴只能按同一方向旋转的茶油机 称为不可倒转茶油机 在传播上 凡直接带动螺旋桨的茶油机 超长充程茶油机 S比D大于3.0 5. 茶油机型号 为了便于用户选择茶油机 每一个茶油机制造厂都将其产品用一种字母或数字组成的字符串来命名 记忆茶油机的型号 下面我们对国产茶油机进行讲解 1. 国产传用茶油机的型号 中小型茶油机 国产中小型茶油机系列品种很多 其型号中一般有气缸数 充程数 钢镜 技术特征和改进型号等内容 组成如下 气缸数 气缸直径 用数字表示 充程数 E表示二充程 无E为四充程 技术特征 C表示传用右机 CA为左机 Z表示增压 Z表示高增压 再有Z V表示V型排列 D表示可倒转 例如 12V135ZC表示12缸 V型排列 缸径135毫米 四充程增压传用茶油机 2. 大型低速茶油机 火产 火产大型低速茶油机型号 由气缸数 充程数 缸镜 技术特征和改进型号等组成 例如6E SDZ4382B表示6缸 2充程 十字头式 可倒转 增压 缸镜43厘米 充程82厘米 传用茶油机 为厂家第二代产品 6. 茶油机性能指标 茶油机的性能通常可以从动力性 经济性 运转性 可靠性 耐久性等方面加以评价 通常茶油机的性能指标主要有动力性能指标和经济性指标 动力性指标包括平均指示压力 平均有效压力 指示功率 有效功率 机械效率 平均机械损失压力 经济性指标包括指示友好 指示热功率 有效友好率 有效热效率 茶油机的性能指标又可分为指示指标和有效指标两大类 指示指标是指以实际施工图所表示的一个循环 所做的指示功为基础 它只考虑缸内燃烧不完全及传热等方面的热损失 没有考虑运动腹之间所存在的摩擦损失 主要用来评价气缸内工作循环的完善程度 有效指标是以茶油机输出轴上所得到的有效功率为基础 它既考虑了气缸内的热损失 也考虑了一系列的机械损失 它是平定茶油机工作凶能的最终指标 茶油机的主要工作参数 一、最高爆发压力PZ 燃烧过程中气缸内公尺的最高压力称为最高爆发压力 最高爆发压力是衡量茶油机机械复合大小的重要参数 对茶油机的经济性也有重要影响 它引起各受力部件的应力和变形造成疲劳破坏、磨损和振动 提高爆发压力已成为降低燃油消耗的主要措施之一 传播低速二重能茶油机最高爆发压力已达12到15兆帕 中速四重能茶油机普遍提高到13到15兆帕 而高速机特别可达18兆帕 二、排气温度 T2 非增压茶油机的排气温度指排气管内废气的平均温度 增压茶油机的排气温度指气缸干排气道出口处废气的平均温度 对于同一台茶油机排气温度高低反映了缸内复合的大小与燃烧质量的好坏 雇用排气温度来衡量热复合的大小 茶油机排气温度过高不但标志热复合过高 而且还会引起经济性和可靠性下降 为保证茶油机可靠运转 通常把排气温度的最高值作为限制标准 船用茶油机的排气温度最高值应低于550摄氏度 3 转速 转速对茶油机性能和结构影响很大 用每分钟多少转表示 最高转速指的是受调速控制时 茶油机所能达到的最高转速 最低稳定转速指茶油机能够稳定工作的最低转速 在最低稳定转速和最高转速之间 是茶油机转速的工作范围 4 活塞平均速度 Cm 活塞在气缸中运动的速度是不断变化的 在形成中间较大 在指点附近较小 指点处为0 做已知内燃机转速为N时 则活塞的平均速度由下面的公式来计算 活塞平均速度是茶油机机械复合 热复合和寿命的重要参数之一 提高活塞的平均速度可以提高茶油机的功率 但零件的机械复合热复合同时增加 机件的磨损也相应增加 因而靠提高速度来提高功率是有限度的 近代传用大型二重型茶油机多采用长或超长形成 为了维持较长的寿命和适当的速度 均选用较低的茶油机转速 如标定转速低于100转每分钟 甚至仅为60到70转每分钟 这有利于提高螺旋桨的推进效率 5.滑油消耗率 茶油机在标定工况时 每千瓦小时所消耗滑油量的磕数 称为滑油消耗率 单位为磕每千瓦小时 茶油机的滑油是在机内不断循环使用的 其消耗的原因主要是 茶油机在运转时滑油经活塞 串入燃烧室内或气阀导管内流入气缸内烧掉 未烧掉的则随废气排出 另外有一部分滑油 由于曲轴箱内雾化或蒸发 而由曲轴箱通风口排出 茶油机的滑油消耗率一般在0.5-4颗每千瓦小时左右 8.排气污染指标 茶油机的排气中包括 一氧化碳、碳氢化合物、氮氧化合物和二氧化硫 这些燃烧产物排入大气污染环境 而且对人体健康有害 国际防污染公约中对传播茶油机的排放规定 如表1-1所示 我们这节课从茶油机的特点、结构、组成、术语、类型、型号、性能指标、工作参数、排污指标各方面进行了讲解 相信大家对茶油机已经有所认识 那么茶油机是如何工作的呢? 我们下节课带大家去揭秘 同学们再见